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诺亚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10分钟的电话 创下台美断交后 首度由美国总统当选人和台湾总统直接通话的记录 只踩中国红线 在北京 台湾 白宫和国际媒体之间掀起阵阵涟漪 过去20年 台湾一直是中美关系中被刻意回避的话题 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 双方通常会先就贸易 网络骇客 北京在南海强制行动等等急迫性的议题进行一番角力 最后才轮到台湾 川普不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对话 她还在事后在推特上推文说道 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 祝贺我当选总统 谢谢你 川普公开称呼台湾总统 指导北京政府的敏感神经 川普和蔡英文的这通粉碎协议的电话 把台湾重新拱回台面 从尼克森在1972年与毛泽东会面发表台湾地位的上海公报之后 就不曾有美国领导人如此震撼这个外交议题 自从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北京高层就一直想搞清楚 川普究竟是向谁咨询美国和亚洲关系的相关议题 更想摸清楚川普对中国的政策 北京的态度在川普和蔡英文总统通话之后 从原本的担忧和疑惑 转为警觉和愤怒 北京仍然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极力防堵任何可能让台湾独立的机会 川普团队和川普本人都称呼蔡英文为台湾总统 这个举动让中国政府超不爽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随后公开批评 他说这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 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一中政策 中共官方媒体也发表评论 认为川普尚未正式就职 北京不宜与他高调冲突 当前的惩罚行动应当打向台湾当局 像是中国可以拿掉台湾若干个邦交国 让台湾社会看到 这就是蔡总统与川普通话十分钟的代价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表示 两岸关系和台美关系都是台湾要努力经营的目标 彼此间互不违背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